奥运会的手球比赛分为上下两个的半场 每个半场比赛时间为30分钟 中间休息10分钟 如果在正常的比赛时间结束时 双方打成平局 需要休息5分钟后进行决胜期的比赛 决胜期由两个5分钟组成 如果第二个决胜期结束后仍为平局 那么就将选定一方球门 相互制伐7米球 按规则每队各出5名队员分别依次制伐 如仍为平局就在进行一对一的制伐 直至决出胜者 因此奥运会的手球赛场 将是展示手球运动项目魅力的大舞台